125,《文匯報》,分為轉好以三線股活躍 2015年7月22日投資理財B06數碼收費站司馬敬美股價晚延續溫和升勢 納指再創新高,道指升上18,100水平 周二亞太區股市普遍上升,入股收入元急敵而升幅擴大 攀上20841,升0.9% 不過,泰國及印度分別回套1.31% 0.84% 內地A股在組斷首穩3900關後重展升勢 高建4042,期間需收押回落 美市最終穩其4000關之上,收報4018,升25或0.64% 為中央多部位兩周舊市以來,首度收復4000間 港股在A股年升四日下,市場氛圍轉好 重擔股騰訊0700,內險造好愛 中資電信股成為至今追捧對象 而三線股亦重現活躍 千五市一度急升230點,高建25634 收報25536,全日升132點或0.52% 成交808億元,大市一如預期反覆向25800推進 中資電信及基建明顯受捧 而三線實力股將受注目 司馬建內地A股四年升重上4000關 為中央多個部位組合拳救市兩周以來 首度收蝕其穩4000關 之前已有兩三天即時衝上4000關無攻而回 故昨天收復4000關,已經得起市場考驗 反覆向上尿延續,講開又講,上證指數股災底部為3373 而昨日收市計,而反彈645點或19.1% 凸顯中央救市措施及力度秋效,回雪港股 昨日提及的中移動0941成為焦點 輕易從上百元大易關後,更獲大盤資金追貨 全日高升4元或4%,收報102.2元 成交達22.25億元 至於中聯通0762、中電信0728也在板塊效應下場升 中聯通急漲5.8%,收報11.56元 中電信升5.1%,收報4.66元 中國在互聯網業務發展如日中天,有力支持互聯網更進一步發展 與移動3G、4G智能手機快速增長有直接關係 據新華社昨日報導,內地3G和4G用戶總數已突破6.7億戶 其中4G用戶達到2.25億 近年中國移動互聯網紅撥發展 高速寬頻網絡加快建設,網絡提速持續推進 目前內地光纖使用者超過3.3億 3G和4G機站總數達258萬個 在上述4G2、25億用戶中,中移動已佔於1.9億 而中移動管理層有信心到年底,4G戶可達2.5億 中移動的多年巨額投資已進入修成期 內地投資者要分享中移動成果 成為小股東是唯一途徑 故中移動大有上升空間 內地暫停而去環宇再炒賣學在A股 從上4000關及港股年日高企於25000之上 兩地股市走勢明顯轉穩,有利市場氛圍 而三線股再現活躍,炒作概念多樣化 如內地暫停之後,有賣學概念的股份再受資金追捧 如環宇國際1046 昨天突在大成交下約升上0.445元高價 收報0.435元,急升19%,成交1660萬元 環宇昨天明顯有勢,市場傳聞翻炒賣學消息 環宇過去一年業務轉變多,市值只為3.89億元 如現時學價升至5.5億元 根據吸引力,躺環宇賣學,股價上升空間形大 此外,半身古天雲6836創上市新高 收報2.26元,升0.22元或10% 貨源歸邊,上升動力營促 另一隻星細月獄股為環宇傳媒8075 在大成交下急升25% 收報0.78元 並且沒見得到,對,半身體宣布 分為座而入電 對,半身體 有氨水 我們 對,半身體